因应捷运为安的需求 台北市跟新北市的警局 再派出600名的刑警 在捷运站带着枪来巡逻 碰到紧急状况 可以直接到月台 甚至车厢来支援 而另外呢 北捷事件 捷运公司在遇到状况的时候 通报的流程 有没有疏失 检方呢 昨天也约谈了捷运公司总经理 以及捷运警察队长 穿着刑警背心带配枪 还有人拿着摄影机进行搜证 三到四个人一组 在捷运站巡逻 看起来颇有喝足作用 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刑警就能直接下月台 进到车厢排除状况 甚至逮捕嫌犯 因应捷运为安警力 台北市和新北市警局 再派出600名的分局刑警 进驻捷运站带枪巡逻 三层警察介护 捷运车厢有保一 捷运警察队负责 捷运月台不定期有PD小组 捷运站体服务台周边 有派出所远警站岗 现在又加入刑警支援 这个便衣人员跟智胡 他有他的功能 跟他的便利性部分 那这个可以补足 我们一般智胡 这个警力不足的地方 警方层层部署 因应突发状况 就是因为捷运公司 遭人质疑 遇到紧急事件 通报太慢 按照捷运通报流程 列车司机通报行控中心 再通知捷运警察队 由捷运警察 请勤务中心支援 再转到辖区分局 这中间经过好几手 最少得花上好几分钟 北捷事件通报流程 有没有问题 检方要查 29号约谈捷运公司 总经理谭国光 捷运警察队长 宋锦武说明 也希望捷运公司 能够重新检讨通报流程 中文学的前来 本来自台北报道